欢迎回到诗城六点半 柴油汽车近年来在本地越来越受欢迎 截至去年底共有15000多辆 比2015年多超过了一倍 但随着政府今年推出车辆减排税务计划 柴油汽车的价格上扬需求锐减一半 有车行告诉记者洪宝林 已经不再引进柴油汽车 而这也间接带动二手车市场销量 在车辆减排税务计划下 柴油汽车因氮氧化物和微细颗粒的 排放量比较高 造成买家得支付附加费 并不再享有税务回扣 这家车行曾在六个月内 引进五六十辆柴油汽车 但过去半年 一辆柴油汽车都没有引进 公众有需求 我们当然还会帮它引进来 到现在 当我们跟他们讲到价钱的时候 很多人都却步了 因为以前在卖的时候 是在20万以下 现在我们要卖到25万 新加坡车业工会指出 柴油汽车需求过去一年减少一半 但仍受运输业者青睐 一辆同样2000cc的柴油跟汽油的话 你一桶油差不多100块汽油 柴油可能是50块60块 柴油的领数可以走多 20到30%多 在新车市场 没有柴油汽车的情况下 受访二手车行说 手上的柴油汽车都能在两个月内售出 但他担心到了年底有可能供不应求 新加坡车业工会表示 车辆减排税务计划实施后 柴油汽车的价格目前偏高 再加上前载买家担心 柴油税可能在未来进一步增加 因此柴油汽车的需求 相信不会在近期年回贪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